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有情怀的可以说是一个传统行业吧 为什么想到要运用区块链呢 还不是说我们想到要用区块链 是我们在经历了六七年的工艺路程 因为我们实际上是一直在做工艺 就是自己掏钱替大家解决问题 解决社会问题 解决环境问题 这一路走得比较苦 这是一个 第二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不管是从技术逻辑还是商业逻辑 是在商业模式还是技术这个模式上呢 有很多想法也有很多创新 有很多点子 但是很多点子呢 用原来传统的互联网技术解决不了 比如我们说有一个安佛宝 安佛宝它的这个产品 它是想解决一个 把一个产品在整个链条上的信息呢 全打通 全部采集起来 就是说这个土豆从生产者到安里 或者到京东 整个这个链条啊 要经过七八个环节嘛 那这个七八个环节 它是不是最初那个生产者生产的土豆 第二这个土豆 它生长的那个土壤呢 它是否靠谱是否安全 第三 这个生产者的这个 整个这个生产过程 它的采纳的生产标准 它的这个环境标准 它的这个产品标准 到底如何 完了之后 到了检测环节 这个检测这些信息呢 是否是真实的 等等等等 就跟一个产品的相关信息呢 我们想通过一个技术手段 互联网技术手段 给它解决掉 后来就解决不了嘛 解决不了 有这么几个原因 第二是从 第一是从技术角度来讲呢 传统互联网 它很难抓取这么多信息 就它很难培育这么一个载体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它很难解决 这个当中的一个激励问题 就是说你比如说生产者 我凭什么 给你上传这个信息啊 我上传这个信息 有什么好处呢 我上传这个信息 我是需要成本的 它至少需要时间成本 那比方说 这个土豆到了阿里这儿 阿里作为一个电商平台 就是说我凭什么 给你上传信息啊 就给你消费者 提供这个土豆 在我阿里这个环节的信息呢 那我通过什么方式 来提交这个信息呢 我提交这个信息的 回报是啥 也就是说从技术 和从回报 这两个角度来讲 我们回头跟区块链一对照 就发现区块链能够完美地 帮我们解决这几个应用问题 所以您是不是觉得 这个六七年之后 苦尽甘来了 看到区块链 所以说 所以说 清华 包括咱们硅谷的一些专家 包括夏博士 就是说吴总啊 这个区块链来了 你的机会来了 真的是这个感觉 对 刚才吴总提到了一些 就是很多的在这个 他这个想的这个 整个这个 可以说生态圈里面 遇到的问题 就是说呢 我今天我做 我按照这个 很好地去做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奖励 同时在这个 整个这个环节当中的人 大家怎么去协同 所以我们等一下呢 我们会请夏博士和龚博士 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